大国之所以能够称之为是大国,除了规模是一方面之外,国家的综合实力也是一方面,例如美国、中国等等。 但是在各个大国之中,也有些国家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安全,也经常会发生一些动乱之类的。 其中的巴西在这方面尤其有发言权。 众所周知现代以来,巴西定步飞快。 不仅国家规模大,而且在综合实力上,也渐渐达到了地区大国的水平。 甚至有很多专家都认为,这里将会是未来的世界大国之一。 但如今这个被看好的国家,却面临住诸多的危机。 在全球谋杀率前50名的城市之中,不包括处于战争中的城市,竟然有多达17座城市都是巴西的。 占比超过三分之一。 别说是大国了,就算是激进崩溃的委内瑞拉。 素来独贩猖獗的墨西哥等国都远远没达到这个数量。 而其中谋杀率排名最高的城市,位列世界第四。 这座叫纳塔尔的城市,谋杀率高达102年5月10日万人。 而光是2017年的凶杀案,就多达1378起。 平均每天都有三人某谋杀。 而这么危险的城市,还有16座。 巴西的危险程度,也真是堪称大国之罪了。 其实就算不看这份榜单,关于这里的安全程度,我们也能够猜一个大概。 一直以来这里的暴力犯罪率,都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。 哪怕是一些大城市,比如圣保罗和里约也不例外。 巴西甚至还被列为国世界杀人率最高的国家之一。 这里的监狱人口,如今也排在世界第三。 其监狱人口超过70万。 而第一、二名,则是总人口远远多于这里的美、中两大国。 如今巴西的监狱人口,比1992年要多了300%,甚至多到其国内监狱都装不下了。 超20万的囚犯连正式的囚牢都没有,只能挤在监狱的地板上度日。 像这样监狱严重超负荷的现象,也是全球都少见。 不过别看巴西看起来危险。 但实际上还是能去当地旅行的,只是要格外小心才行。 而且尽量别去那些郊区贫民窟等地,那些地方更容易发生危险。 如果只是在酒店或是繁华街区,那么,这里还是相对比较安全,并且可以去旅行一番的。 毕竟如今的巴西,可是不少专家心中的第五大国。 如今不管是面积还是人口,也的确都达到了世界第五的水平。 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国。 国际影响力,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。 那么巴西究竟是靠什么致富的呢? 首先这里在长达150年的时间内,咖啡产量都稳居世界前略。 再加上近些年兴起的工业,以及金融业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。 所以目前巴西的人均GDP,已经达到了1万美元左右的水平。 虽然不算高。 但是相比起其他犯罪率极高的国家来说,已经算是富国的水平了。 很多游客也都非常喜欢来到这个热情伺火的国家旅行。 单单是当地的足球文化,就足够让大多数游客为之痴迷了。 尽管PTCI的报告指出,如今的巴西有太多的旅游弱点。 比如旅游的基础设施,排在世界第116名。 道路质量排在世界第105位。 物价竞争力世界第114位。 但巴西仍旧是依靠住自然优势,吸引了636万的国际游客。 2015年,而且在前面那么多弱点的情况下。 这里的旅游吸引力,依旧能够排在世界第28名。 每周的第三名。 足以见得这里的自然风景,是有多么的美好了。 估计光是其境内一条亚马逊河,就能吸引很多好奇的游客了吧。 虽然巴西的危险系数,在大国之中确实堪忧。 而且似乎从近些年的资料来看,也丝毫没有大幅度好转的意思。 但是当地的风景还是很迷人的。 如果你足够胆胆又做好了充足的准备,那么相信这里可能会特别适合你来。 对,对,对。